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这个新闻联播 大师,我是浩廉 好了,我们刚才说一下第一个新闻要问 你这个麦克服转一点,我怕你的声音太小 对哦 因为我的声音很差,所以会很大声 OK,这个位置应该OK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新闻 高一点,这个麦克服发声 OK 其实这个新闻又不是很大,但我觉得是挺有趣,挺有意思 就是在连登那边看到,很少上连登 特意一上去看到就说 有一本由香港,就是逃亡海外的香港人 在美国就出了一本杂志 就叫做《鱼水》 他们就说希望透过这份杂志 就让海外的香港人去思考未来 爭取香港的民主自由 连结国际社会之类 但是他们也承认就是出了这本书 这本杂志都没有那么多人看 因为他们说 其实去到外国的香港人 就连找食都已经很艰难了 还要用精力去顾香港事务 其实就很难 但是他们就希望继续连结 海外的 是紫媒还是网媒 应该是紫媒来的 为什么不出网媒 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不出网媒呢 很简单 为什么你今时今日一定要出网媒呢 你们是说未来一代 新一代的应该是出网媒的 可能他们觉得这样认真一点 我不太明白 但是总之就是他们流亡去外国的香港人 或者选择移民 例如最近都搞得很hit的 那些用BNO去拿强制金 移民去外国 逃离香港 现在好像不准备BNO 现在好像不准备BNO 但是如果他迟些就可以借白皮 可以借白皮 如果他失业的话 但是他说不准备 应该是不准备BNO 而是因为你要证明到他是永久来港 才可以拿BNO 所以其实我之前也见到有人去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直接放你香港身份 放起中国国籍 那你应该是拿到的 这样说 那就不存在BNO的问题 不存在BNO的问题 因为你永久来港 你一向都是拿到的 但是他应该是说 因为你证明不到你永久来港 比如你拿个password 你证明不到 你拿一个签证 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到 而BNO是可以证明的方法 你是接不接受BNO 是证明你是永久来港的方法 但是其实不用的 因为除非现在变了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 很容易地 是不是有BNO 都是很容易放弃 拿回抢职金一次的 因为我认识 有很多人想着拿抢职金 你总而言之 事但说一些理由 你拿第一次 你回来 你就不能再放弃了 总而言之 每个人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认识 有人放弃了 他认识了我男朋友 然后就打算不做事 那就放弃了 那就事但说些什么理由 总而言之什么文件都没有 就已经搞定了 即是放弃是放弃国籍 不是 放弃拿回抢职金 他什么都没有 他继续住在香港 都能拿回抢职金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 总而言之 他很简单 就是他认识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好 其实香港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有这个心态 想去外国住 但现在外面搞到火红火鹿 有烏尼丹多 其实我觉得这些人 也不会很多 这样说 强职金这件事 我再说一句 就算没有这件事发生 也很大想我发现 这个肯定 这个肯定 很多人都想拿回强职金 就算你没有这件事发生 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她也是没有 她也是这样想拿回强职金 第二件事就是 去了外国 去外国有两种 一种是移民 一种是流亡 如果说实际上的心态 你移民的 就真的不要关心香港的事 等于你结婚 又去记住以前的老公 那你是不应该的 或者记住以前的老婆 那你是不应该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 我不是流亡 我还保持着香港人的身份 如果我随时被返回大陆 不是返回大陆 即是 即是 我会做出表达 即是 我身份 我永远不回大陆 我永远不入籍 或者之类的 或者你 外国政府是接受你一个流亡生活的 那你是另一样的 至少 你在这方面 在这方面 你是没有 说得大话 你没有说得大话 但是很多人 有说大话 就是 有说大话 或者之类的 但是你说的那一件事 是很对的 就是真的开饭了食物体 这个是一直都说的 很多啊 很多人 很多人不相信 很多人不相信 认为香港这个地方太差了 我去到外国生活 一定会在香港 在香港呼吸不到 在香港 但是很多人 香港可能是 过百万人呼吸 那个瘋 但是很多人都这样 认为在香港呼吸不到 所以就要走 我唯一想像到 其实如果他真的流亡 真的玩到这么大 我觉得其实还不是不行的 你作为一个人身上升阶态 就是很实际地说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 玩得够大 你这个人够吉士 就是你知道自己做什么 接着你去到外国 要做 其实就是想打以色情态工作 就是我明明是 帮你们美国佬 或者帮西方 敌视中国的人 去做马前竹 其实你去到外国 是会被领誉的 你去流亡海外的话 你去大学那里做演讲 又或者是你去中国研究中心那里做研究员 这个研究员的角色 其实不是你去做研究 是你给人研究 就是给那些研究中国的地方 你看看他们没有什么民主 然后由你的讲话 你的经验上面 就拿到一些资料 拿到一些资料去写 paper 然后就继续使他们自己的国民佬 就是他们的迪士党 这个好玩 不许会是这样 不许会是这样 现在去到很多 都是没什么读过书 只算读过书的人 都很少能够做二四年代工作 很少 就算你在大学 到的同学 有多数人做 有资格 有这些能力 要做二四年代工作 大家都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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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第二 第二就是你所說的事有很多人在做 但那些人說只有五碗飯只有十碗人吃 到最後大家欠崩潰、刺小 所以大家會變得很狗、很不堪 這就是經常說的 譬如危經生 你去到後就會變成 會不會無環和大家很看不起的人 因為你去到後 在中國就是一個反抗中共英雄 被人覺得被外國人看你 他現在反抗中共暴政的英雄 他去到後 原來你是這麼狗的 外國人從很尊重你 變成都看不起你 原來你是這麼狗的 對呀 就是這樣 全部都是最後變成一隻野狗 距離產生味 大家要記得 距離產生味 遠看當然是民主鬥士 你來到沒有利用價值 沒錯 遠看是明星 近看是雞 所以奉勸大家要想真一點 我想我看我們的台 你不用奉勸的 看我們的台 絕對是 奉勸身邊的人 叫他們想清楚一點 好聲好氣 不用罵他們 想真一點 很多人看清楚一點 到最後都決定留在香港 即是不去外國 現在的人想清楚 多了多了幾個月的時間沉澱 現在很多人都不打算走 是的 好 我們去到下一個新聞 這個新聞就是日本事 其實也挺大件事 就是311 今天是311地震的十周年 那時候福島 幾個核電廠那裏就破裂了 接著那些核廢水就不停流出來 今天都還在流中 其實這十年內的問題一直在放大 其實現在每天 那些核廢料的水 都是要儲存 它每天大約是產生180噸的污染水 之前是500多噸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是每天都流出來 那你不可以放在海裡 這些是核污染水 所以他們現在正在用的方法 是儲存它 但其實儲存它也是一個問題 之前 周周刊就跟日本那方面 處理核問題那方面的那些部門去做專訪 那他們就說其實目前都沒有什麼方法 就是之前想直接排出海 接著整個亞洲的國家一起罵他 包括日本人都罵他 那肯定你這樣放出海 魚 那魚怎麼辦 那怎麼辦 就是大家吃魚生的 本總要 我都要吃魚生 最慘的是我都要吃你的魚生 大哥香港人很喜歡吃魚生 所以這個是對我們很大的影響 那問題是 那 儲存到去 預計呢 2022年夏季 那些水的容量就極限了 那有些人就會問 那你多起一點 那哪有位置呢 就是這個問題是 不是那麼多鬼可以起到那麼多 即使繼續起 那個空間也有限 但是另一方面呢 要真的停止那些污染水出去海的話 就要拆掉那個核電廠 爛了那些 which 是很爛的 那他們現在因為一個疫情 經濟崩 接著他們又要搞東奧 焦頭爛牙 他們現在預計2031年 才能搞定 所以才徹底可以叫做 整個核事件終於都完美了 但是2022年他們的水就不夠委防了 那其實這個就不知道怎麼搞的 基本上他們是要 在2022年至31年之間 這個時間 他們快點要想到 一個方法去處理了 那麼 其實這個災難對日本政府的 那個考驗真的很大 這一點我覺得 我不知道技術來究竟是怎樣 為什麼每天都要產生180度的污水 就是每天都要去鑄一些污水 去處理一些東西 如果說你不會產生新的污水 你要鑄入一些水 如果不鑄入水 要鑄入別的東西去處理它 可以嗎 就是因為現在其實有一些技術上 比如說Bill Gates他在做的那件事 就是用鹽來代替 用鹽 他說新一代下一代第四代 第四代的核電廠可以用鹽 不用水 鹽至少不會這樣污染 就是比較容易儲存 我不知道它是否有些技術的方法可以處理 其實大師在這裡說得對 是因為一定有 問題是日本這件事為什麼搞到這麼大件事 就是因為他們在用的是舊技術 是舊技術 而且他們在用舊技術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核能的新技術可以用了 但是所以有一陣子有人在福島這麼大件事 地震之後就去問為什麼日本政府那時候要選這個舊技術 這個不是核實 我不是去核實 但是我看到有人說法就是 因為日本政府一向都想日本強化軍事 作為一個發展這麼發達的國家 沒有核武其實是很不開心的 所以他們是想保留製造核武的能力的 即使他們不可以公開 但是他們嘗試保留造核武的能力 而用舊技術的這些核電廠 那些核廢是可以轉化做核武的 我明白 因為Bill Case 他說的 他可以用筆去做 他可以用原本的核廢的造法 當時是核廢物來做的 所以可能有這個問題 但是日本是可以在半年之內做核電 可以在半年之內做核武器 是的 但是現在他們玩大了 他們現在不知道怎樣處理 全亞洲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的 福島這件事一直都很嚴重 所以大家吃魚生就去大阪吃 現在那些人又回到東京 那些人怕一會兒的就是香港人 就是很好笑 尤其是現在大家困在香港近久 現在去到就什麼都吃了 我絕對不會 我告訴你 我過一會兒都不怕 哈哈哈哈 即是他們怕一會兒 我過一會兒都不怕 即是你不在那裡生活的話 應該不會太大問題 是的一次半次而已 應該沒那麼大問題的 最後一個新聞 就是關於美國政府YouTube 我們現在都在做YouTube 就跟YouTube的創作者有關 就是美國政府會對美國境外YouTube的創作者 提出這個稅收的政策 就是如果創作者的部分利潤收入 是來自於美國 簡直說就是如果你做一個YouTube 無論你在全世界哪裏 你在火星也好 但是他算到你是賺美國錢的話 你也要跟他報稅 哦 我還以為一路都是 我一路都以為是香港要報稅 原來這樣我們不用 我們不用 我們不是美國人 我們不是美國人看 不是啊 不是磅水問題 我而是 不是給錢問題 我而是麻煩問題 是啊 你也報多一次 如果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也沒什麼事的 你指測他們更麻煩 你指測他們更麻煩 你指測他的很多美國人 全世界都可以看 他現在那些沒有對白 你指測他沒有對白 所以現在就是他特地去目標出外國人看 所以不是他不需要做YouTube 大陸做了什麼 大陸做了很多人看 所以 但是至少不會 因為之前很多黃絲Kol 就說 那時候不知道YouTube如何收費 就是對他們的 自由是很大的打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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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個應該是黃標問題 黃標是黃標 他講的那些有政治又或者不良 有敏感的內容 然後他就黃標不去發 不分紅給他們 這個說過什麼好笑 因為我朋友是Harry Potter 因為他沒有分 最大問題是沒有分 他說現在人家又不是給你登 不是不給你登 不知道又不放水給你 你們就覺得是自由的對大打擊 我不讓你說我就打擊你自由 但我不放水給你 算不算打擊 你說一些我不喜歡 我真的不放水給你 算不算打擊 但整班靠Youtube為生的人 都是對自由最大打擊 但當然 這個實際上最重要是有良知 如果有錢收那些 或者沒有錢收那些 大家永遠處於一個對立的 如果沒有錢收那些 當然是罵 如果你賣了很多錢給他 他當然是反過來 立場是根據你的階級決定 是啊 而且他們 如果你們的節目 只可以製造那一方面 就是用來煽動民粹 對呀 講政治 因為他講政治 我都不見得他們有些很有深刻的理解 都是罵一下 罵才多人看 對呀 罵才多人看 但其實我覺得 Youtube 因為我都算是老網民 看回以前的網絡 大家很開心 嘻嘻哈哈做一下Youtube 做一下二次創作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現在是會開始用來煽動民粹 然後拿來賺錢 不如回去以前製作一些好的內容 給觀眾看到 看完可能學到東西 看完有趣 看完真的會變好了 所以我才說我們要做得開心一點 開心心很順利 我們是要理會觀眾 但也不用太理會觀眾 我們不去煽動人心 我們不去 我們不是Please觀眾 我們說我們覺得正確 開心 還有有質素的東西 我們不用去說這段立場 因為很多人其實是 我們會發現是扭曲自己的立場 去Please觀眾 但我們不用的 你留室就留室 或者什麼是無所謂的 最主要是大家的朋友去做 去玩 開心 那就緊要了 開心 那些事情是正確的 就可以了 就算大家爭吵 或者什麼都無所謂的 OK 開心share 最重要 OK 那好了 要問的時間 就差不多到這裏了 我們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好 歡迎各位回來收睇今次的港民 大師 大師 我是浩蓮 我們先看看第一條的港民 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就是 香港的地產建設商會 全部人一起走出來說話 發表聲明 就衷心支持香港的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 就是因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的會議裏面 就通過了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就是做了一系列改革 例如增加這個行政長官的這個選委會的人數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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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類 那麼 地產商就說很支持啊 應該要落實全面外國者治港 對啊 沒問題啊 接著就會幫助 跟政府合作 一起搞好香港之類 那麽問題就是 其實地產商一直以來在香港裏面都不是特別受歡迎的 至少很多人 很討厭地產商 那麽地產白權嘛 有名字你說 接著他們就會跑出來 就罵他們 那麽你們真是貓哭老鼠 香港搞到這麽大件事 就你們有份的啊 那麽你們現在就出來做政治時鐘就說 啊不要打我啦 大家一起建設香港啦 那麽 一來就是 我會覺得 地產商呢 是真的知道的 是真的知道 不是啊 我們真的要表態要支持這麽東西 那麽所以他們就做了一個聯合聲明 這件事很明顯 他們是反對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就是 他們是支持黑暴的 就是地產 就是整個全部地產商 或者大部份地產商 都是支持黑暴的 嗯 就是他們都放水黑暴 這個放水黑暴 這個大家都是心知肚明 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有地產商是放水黑暴 而地產商是反對中央的全面管治的 而他們一定是民主派的支持者 而民主派一直都是 民主派一直都是撐住地產商 去維持地產霸權的 兩個本身是一個共生的 共生的物體來的 但是只不過大家是 秘而不孫這件事 毫無疑問 因為地產商是維持在本土地勢力 是本土勢力來的 地產商是本土勢力來的 香港地產商 除非有很少數 在大陸裏 有很多的投資 之類的 如果不然都是本土勢力來的 全世界本土勢力 如果有很多本土勢力 你一定是抗拒中央勢力的 這個很明顯的 但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你現在出來 你就沒辦法 搞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就現在就 我不知道 可能只不過是 現在是你不挫抗 算是好彩的那種 那你一定要同署支持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沒有了生態威 但很明顯這件事是 這件事是 他們是被迫這樣做的 因為實際上是削減了他們的權力 削減了地產商的權力 整件事 不過地產商 香港的地產商對於政治 是 很愚蠢的 這麼多年來 所以 他們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什麼 又不會 請我做政治顧問 所以他們本身 他們每一次政治判斷都是錯的 但是他們未來可以 中央對他們的態度 因為其實中央都放風 是不喜歡地產商 不只是地產商 其實整個香港土地的問題 很結構性 但是地產商絕對是 其中最重要的一環 那麼他們是 都要割肉 遲早 即是在未來香港管治裏面 其實無論他們現在跪了 拿著鞋帶 他們都會割肉 其實似乎 他們有這麼多錢 他們說的是 隨時 有幾個地產商 是說的是 真實是過萬億的 資產在那裏 那你怎麼割的話 都只會留一條命 好多坐牢 就是 這件事 這件事 地產商是應該喜歡坐牢的 整件事是對黑暴那樣去支持 就是你暗中支持黑暴那樣去支持 以及這麼多年來 你們支持的 香港的 深層次結構 深層次矛盾的話 他們是應該坐牢的 所以 你維持著那個 你維持著那個 那個能量 維持著的政治能量 已經是對他們很寬帶處理的 嗯 就是應該是 他們是 雜無旁態 整件事 就是搞得香港民不聊生 所有的都是地產問題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不僅支持黑暴 他們再將整件事 賴在中央那裏 所以是 雜無旁態 是啊 不過 其實我一直有個問題 我大約對他們 都有個理解 但是 為什麼會這麼蠢呢 就是 香港的商人的政治意識 尤其是地產商 就是其實香港 那個政治意識是非常差的 普遍 無論由有錢到一般人 但是問題是 你有錢 你應該要有更好的教養 以及更高的政治觸覺 你才會怕不用死 是不是香港其實真的好像溫室 養到這班人 就是例如大陸的有錢人 很明顯政治意識強很多 雖然大陸這個例子 他們才是真正的一國兩制的相信者 他們覺得大陸真的不會搞他 哈哈 其實真正最相信一國兩制的 就是地產商和民主派 他們真的認為阿爺是不敢搞他的 他們才是真正最相信的 即是他們覺得 我在我家裡一主 有些人 有些結果發生很嚴重的地產商 他們直接覺得 挖了一條深圳河 你不要餓的 他們連中央政府的官員帶來 他們也不會有興趣的 所以後來也有很悲慘的後果 但是主要很多都是這樣 你一家我一主 阿爺叫你捐錢 說捐然後就不捐 還要檢查你什麼 要查你什麼 查你什麼 之類的東西 他應該這麼說 香港的地產商之所以這麼有錢 因為他們的政治賄賂是最少的 嗯 你在美國 你在美國做商人的話 你會受到很多政治烤炸 政治賄賂 即是說 你Facebook 你去做 你不用 那些民主黨 共和黨要你磅水 你不磅水 即是很多政治的 香港的地產商 他們掏少少錢 已經覺得是好什麼的了 他們掏少錢 就覺得很大 很大件事 怎麼搞錯 這樣了 到最後自己代替 你看 你看許氏仁你就知道了 喂 那條數 大哥 幾塊水 幾百萬 你還要阿公出 還要一個是要借錢 借給他的 要還那種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要公司出條數的 喂 大哥 你做地產商 即是 他們是吃慣 飲慣 嘆慣吃慣 所以是抵賽 即是你不知道政治 每一個國家政治 每一個地方的政治 是那個政治賄賂 需要多少錢 去做納賓 但香港是完全不做 他說扔少少一點 扔 我想他們 一年是扔0.1% 他們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噢 所以 或者 他們只是肯扔什麼錢呢 就是肯扔 譬如 賄賂地政署 那些 立刻有效果 立刻有交收 立刻有效果 立刻見到氣漏 他們會寫得的 他們會寫得的 但隨時之外 他們不寫得 因為他們不寫得 是一些 作出政治的奉獻 他們完全不肯 所以 他們扔很少錢 已經覺得是黃恩大赦 原來 沒試過交何地 沒有交 所以整件事 其實 如果交了錢給中央的話 你對中央的態度 是不是這樣的 我指的意思是 如果他們這麼多年來 當作最好無道 你沒有交陀地 你覺得 你一家我一主 我還沒有益你 我還沒有監督你 香港很多地產商 都是這樣的 還有我猜有另外一點 就是因為 香港和大陸的經濟實力對比 在這二十年 其實最大的轉變 都是這二十年 而對於他們的大地產商 在這盤據了三四五十年 他們以前是 對著中央官員 直接 怎麼會交陀地的概念 完全看不起別人 以前香港的威風 所以類似是這樣的 但是 類似是這樣的狀況 所以 他們要先扭住 他們就是 所以最後就是要 放水給黑暴 放水給黑暴 是他們最後 不想交陀地的最後一招 是的 但他們就不知道黑暴 那麼嚴重 搞到他們的商場 搞到什麼 這個就是 你扔著錢出去 你不會知道後果 是的 他們要靠靜一點 好 然後另外一個 說完就是 這個其實關於兩個人 就是林鄭月娥 和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 因為在 中央過了香港政制改革之後 就因為減少了直選成份 鄭月娥和這個行政會議 召集人陳志士都表示 這次修改選舉制度是一種倒退來的 一個所謂的民主倒退 所以他們說完倒退之後就說 希望這個倒退未來就可以令到 有進步 又或者是對香港會好 等等 然後林鄭 然後我當時聽到他們這樣說 就覺得鄭月娥瘋 那些什麼 就是不心理 然後 林鄭就馬上走出來說 就說這次我真的要讚他 我知道他有很多問題 他走出來說 你不可以說是倒退來的 這是一個進步來的 就是 你不可以說是民主倒退 就是 對於倒退和進步 他說這些人 他不是倒退 他是 堵塞漏洞 因為他說這個是真的有道理 這個 很明顯而已 我一個民選的議員 又或者是一堆政治人物 我走去美國 接著要美國來制裁香港 那就是其實是攬炒 這個就是一般人說的攬炒 但是我覺得不合理 例如大家想想 香港教唆他人自殺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犯法的 很多地方都是教唆他人自殺 或者協助他人自殺 協助他人提供自殺工具等等等等 全都是犯法的 就是你自我毀滅本身這件事情 我們的社會價值觀裡面 是不鼓勵的 至少香港是這樣 但是整個社會來說 我們會覺得沒問題 攬炒 就是這個小對比我覺得已經不合理了 更加密論是 你這樣去了別人美國 用站在美國的國家利益立場來說 你要制裁中國 制裁香港 這個如果不是沒有叛國罪 肯定是 by definition是叛國 這個是中國叫做顛覆政府 顛覆國家政權 顛覆國家政權 不是叛國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叛國有少少一些舊的意思 因為叛國有少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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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 背叛皇室的意思 就是 以英文來說 所以他用了顛覆國家政權 那樣東西 因為你叛國比較難定義 而為什麼國家政權 其實是比較清楚一點 不過大家因為被人污名化了 因為很共產主義 其實為什麼國家政權 只是叛國 其實是比較 現代一點 是更加正確地描寫 但是我講回 因為他們應該說 如果 如果那個論述 應該說 政府的論述就是 你現在 你是 出現了去年那些黑暴問題 前年那些黑暴問題 所以你就要做這件事 OK 我講一個哲學或者邏輯問題 因為我們應該會開一些邏輯班 我們現在先帶課 就是先銷售 我講一個論述問題 我們可以將民主當為一個客觀指標 正如我們可以將經濟發展作為一個客觀指標 客觀指標我們就是不理任何的其他外圍或者內部因素 我們只是講 單一因素 單一因素來講 我們譬如說經濟發展指標 我們就是總而言之用GDP指標 如果我們的GDP 我們是用 高了 但是我們高了GDP 是用殺人火火的打劫去取回來的 我經常都說GDP有好和不好的 如果我們的GDP是 不要殺人火火 是賣鴉片 食煙吸毒 這樣得獲多GDP 以及我們的GDP 是根據譬如說我們發展文化事業 歌 opera 之類的東西 所得的GDP雖然是相同 但是效益是不同的 OK 有好的GDP有壞的GDP 就好像有好的膽固神有壞的膽固神 OK 你叫我講的話 這件事呢 是對於民主的一個倒退來的 如果再 以是 越多選舉權 人民的選舉權力越大 以這個標準來說 是民主大倒退來的 現在這個是不是 backed off 因為我們現在堵塞漏洞 我們是可以同時堵塞漏洞 而民主倒退的 OK 我們有客觀指標 這件事怎麼會不是民主倒退呢 因為你的選舉權力獲得了 如果我以全民普選 特首 全民普選 立法會 來做目的 percentage wise 所有的東西 來做 那當然是民主倒退 但是堵塞漏洞的意思 是這件事 是好了 即是說 我們如果禁止鴉片 GDP是落了去的 但是 國家是好了的 所以先說這是一個邏輯的問題 我都要解釋 我都要把這件事分析 我們不能夠將所有東西 mix 過來 即是說 頭腦要清晰一點 這件事 你叫我 我不民主倒退 是民主倒退 但是是不是好了 是好了 因為那些人是想搗亂 是想搗亂這件事 是想令整件事 不是說 即是說 好似菲律賓那樣 是有民主 或是印度的民主 但是我們不想要 民主 他們是有民主的 不是說民主是單一 即是說 現在很多人都說 印度和菲律賓 會好過 新加坡 即是假設 那些人會說 即是那些人會覺得 哥爾巴喬夫是一個 最好的印度人 蘇聯 你明白嗎 OK 不是 你現在 你試試 你問馬鵝 我蔡之強 你問馬鵝 你問他們 他們教政治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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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哥爾巴喬夫是一個偉大領袖 明白嗎 OK 即是 類似 但是很多人都這樣說 即是說你會將民主 那你整件事 你會分析了 就變成石堅關得輕 你就會將整件事 你不需要去做任何事 有民主就好 沒有民主就不好 那你就可以給頭腦簡單的人做 明白嗎 所以他們永遠覺得印度是好的 你知道印度現在很多人說 是紅白印度的 因為印度遲早會 借低中國的 明白嗎 很多都是這樣 甚至很多 很理性的人 表面上都是這樣的 所以 你說民主 如果你用民主來做單一指標的話 那是沒問題的 但問題是 我們是 問題是 在我們比較聰明的人來講 我們會有很多 很多的指標 那你單一指標贏了 然後全部縮貸的時候 那東西就是錯了 現在我們是民主倒退了 但是我們所有的東西是會好了的 所以 那個指標 所以 那件事是會 平衡 平衡 所以你說是不是民主倒退 我認為是民主倒退 但是這件事說好了 是好了 就這麼簡單 因為你可以防止 因為有太多人 你的所有的 制度 這個人是一個政治學的 一個非常之錯 就是由此別人教 那些人的錯 就是我們知道一個好的制度 就能夠解決一切 然後什麼都可以進行 第一就是制度是不停改變的 第二就是 從來沒有說 第二就是 制度是根據當時的時候 那個狀況去變的 當時的狀況 正確的時候的制度 在後期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錯的制度 就是周時都這樣 但是人們都不知道 他認為民主就是好的制度 最好好的制度 他就會自己什麼 但是其實是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是有不同的 制度 即是孫中山說民主 即是也有什麼 首先要 分證 才可以去到民主 但是問題就是 其實有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 政治制度的需要 即是 在 在毛坎密德哥的時代 很多女人嫁不出 因為很多人 很多戰士死了 所以 可以娶四個老婆 是合法的 是應該的 因為尤其是 你去應付 戰士的老婆 要去照顧戰士 死了那些 死了戰士的太太 所以他是應該的 但是現在來說 就會變成 一個人 一個男人如果可以 射老婆 那就會變成 不夠分 即是 你會有很多 當時的時候 是很 reasonable 的東西 但後來你會發現 那件事 不對 如果你是唯一套制度 可以能夠 出貨 所有的情況 我覺得 那件事本身是 不合 理性的 絕對是呀 他們現在 絕對不合理性 他們就好像覺得 一個社會進步的 唯一合理標準 就是有多少人有選舉權 基本上就是 他們其實就用這個標準說 所以其實他們說的 不是democracy 其實沒有人 我多肯定 這個世界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democracy 這個世界只有 electocracy 只有選舉制度 但是選舉制度 還要是他們 西方式民主 現在被人定義了 就等於democracy 是不是真的 我覺得這個很開心 因為democracy 本身就不是一個 很清晰概念 是啊 民主不是一個 很清晰概念 你現在是說 你們現在的electocracy 還是希臘時候的民主 在每一個時代 這個 這個 這個名詞 都會有不同的含意 所以如果你討論 你討論一些 不是定義得很清楚的 名詞含意的話 基本上是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但問題是 現在有人拿著 這些很不清楚的東西 我可以引下 杜葉錫欣說話 他說得很對 杜葉錫欣 他是在罵那時候的民主派 就是把democracy 這個東西放得很大 好像上帝那樣 你要跪刮拜他 然後說 阿拉康哥 對不起 我是很喜歡 伊斯蘭教 我剛才想開他玩笑 好像做這個 恐怖分子 為了這個大的民主 可以做任何事 可以去炸彈炸人 可以放火燒人 我們香港出現了 拿氣油放火燒人 他在追求民主 沒有人譴責他 真的很荒謬 那你追求在更加大 他的意思就是追求在更加大的 目標 明白明白 他就是為了追求一個很大 沒有的 他也不知道是什麼來的目標 做什麼都可以 大約這樣 這次講問的時間 那麼多 還帶了一些課 希望大家繼續收看 謝謝 我第一次聽他們做節目 是很多年前 是在人網的時候 什麼啊 他說我進來買周顯的書 我問哪位周顯 然後他就去書局 選了他的密碼系列 然後我說 這個人很厲害 第一個印象是極度差 為什麼呢 好啊 他過來的時候 他不是在這裡說 我直接說吧 我三個字而已 和你吃完餐飯 我覺得這個人 很冷泉 於是 誦 但是你被人家的 我再 групп 會跟我們說 好啊 有什麼 是 跟我們說 你們是 有什麼 或者是 好啊 好啊 歡迎各位觀眾回來收看 我們的這個兩暗新聞 大師 我是浩連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新聞 其實這個新聞都頗為台灣 大家可能知道一件事,台灣目前其實是非常缺水的 令到所有的產業都沒有水,簡單來說就是不夠水 其實台灣的基建、電、水都不夠了 所以其實有很多農民已經開始要停種一些需要灌溉,很多水灌溉的東西 要去種其他高粱,不用很多水 還有台灣的鎮國神署,台積電,其實做生票都是要很多水 還要是很高純度的水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很需要預約,水壩都不夠 接著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就是台灣有一間很大的廟,就叫做大甲鎮蘭宮 好像應該沒有讀錯 就開始搞奇語儀式 而有趣的地方是,民間搞奇語,民間信仰 首先是由台灣政府的農田水利署,就主動去聯絡 就說我們不如搞奇語儀式 是官方要搞這樣的儀式 如果你說文化局去搞這樣的儀式 當作文化活動,大家看看開心一下,沒問題 你是農田水利署來的 你是應該要處理缺水問題的 要很實際地,很維密地 他走了去奇語 他雖然不很維密地 但是這個都是農田水利署的責任 他說奇語儀式呢,有政府去支持的奇語儀式 正如呢 有政府去求籤 說你政府求籤,你才有個合法性 你怕你普通,我怕你求語不夠力 所以政府求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可以 不問蒼天問鬼神 不問蒼天問鬼神 這個問題是不是好呢 因為其實提倡迷信呢 我就不覺得是一個好事 敬鬼神如遠之這些東西呢 會有的,我覺得明白的 我自己個人立場 你是唯物主義 是的 但是這個問題 你政府做,因為其實台灣現在 很多人連綠營自己都開始不滿意 就是你做這麼多這麼儀式性的事情 做這麼多沒有實際功用的事情 你不如踏踏實實去處理這個問題 例如你這樣旗單瑜 這些要搞精力的 是要浪費錢的 其實那些行政人員想出來的 是那些官員想出來的 原來那些官的腦袋 平時就是在想 不如搞個旗語儀式 好啊好啊,好像很好玩啊 台灣其實很神化 台灣是一個 很多宗寺廟 其實香港是比較少一點 大家是很不信的地方 尤其是香港 尤其是香港 這是一周刊很重要的 一周經常都去 篤爆神棍的 好啊 這麼多年來都在篤爆神棍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篤爆神棍 但問題是 從來這麼多年來 我們看過無數都篤爆神棍 台灣的神棍是很多的 神棍是進入了政治 就是好像台灣和韓國 這些是比較不開化的地方 而中國你看看 好像中國那樣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個 中國文化 你看看中國 中國打了這麼多次 都這麼迷信 中國打了幾次 現在多迷信 但問題是中國現在打了很多次 又已經 扔了那些廟 用了這麼多 扔爛廟 拆廟 中國說所有事情什麼都做完了 之前 現在都還有迷信 中國 所以你說台灣 你可以索張 台灣那個迷信程度 到什麼地步 還有這裡其實我覺得 有關乎到就是 政府是不是應該有關 為什麼下一則新聞也有關 就是 他們用這件事 他們的說法 就是 那你 尊重傳統的嘛 有時候 有人問蘇貞昌 你搞這些東西 又浪費錢又搞不答白 那你想怎樣呢 有時候誠意都要向天表明 那我看到這個第一件事就是 為官真的很沒有誠意 就是你覺得 處理社會問題 現在缺水在這麼嚴重的問題 是影響民生的 影響產業的 然後你去搞一場這樣的事 你說我跟天去表明 這個誠意 你真的很沒有誠意 其實你做為官 那個情況是這樣 那個情況就是 這個不是太同意你這麽唯物的說法 那問題就是 我當然沒用了 但是呢 當人民是愚昧的時候 你只能給他一些東西 人民想看一些東西嘛 那你就給他一些東西 你不能夠好像 共產黨那麽唯物 你可能在大陸住過 你去習慣了共產黨的唯物 就是他這一種 他這一種 其實就是說 你要這件事 那我就給你了 就是人民希望看到我們其餘的嘛 如果好過你說沒有做這件事 對不對 就是你就給他 當然 其實整個民進黨本身 因為民進黨在南部 他們本身都是迷信的 如果你看黑金 大家也看到 很多電影都會看到 他們都是 實有拜神的嘛 什麽大佛普拉斯 就是實拜神的 就是拜神和政治在台灣分不爭 你 你那個是一個現實政治來的 你不要把台灣政治和神鬼分開的 正如 古時的時候 政府做的事是為戰與融 就是打仗和制製 不是 志與融之類 志與融制製之類 是呀 我明白 就是政府做的事就是拜神 政府做的事就是拜神和打仗 古時來說 拜神就從來都是 就比你說現代政府 其實民主社會 那些人經常不知道 民主社會是比較舊的 所以民主社會就比較 他維持的傳統比較多些 共產主義社會就比較 拆散你以前的舊的迷信 是啊 而民主社會你看看 凡是民主社會 譬如韓國 台灣 甚至美國 你會有很多教育的 很多邪教 很多什麼東西 會好 那件事分不清楚 因為你只有 因為邪教 是人類天生 就好像吸毒那樣 人類天生的 基因會有的 所以你只要用很強硬的手段 用很野蠻的手段 去拔走他們才行 所以這是個分別 我反而覺得這件事 我不能說很合理 這是正常發生的現象 在台灣來說 我不會覺得很奇怪 我認同 還說台灣的缺水 台灣其實 因為他沒有超前部署 跟香港一樣 他永遠都沒有超前部署 或者超前基建 他之前是 鋪了一些水塘 我沒有記錯 我一時之下 我忘了名字 叫什麼水塘 就是說 他們當時覺得很夠水用 就是說 台灣 他這些東西 跟香港一樣 他們有些怕 大白象工程 香港這個就是 我對民主 其實我憎民主派 我憎民主派 不是真是憎民主基建 是憎他們 什麼都反對 就是說 幫地產霸權 而且什麼基建都不做 很怕大白象工程 神經病 他們很想大白象工程 就是說 我經常都說 只是西鐵 西鐵剛剛講過 西鐵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就說大白象工程 結果一巴掩過來 他們就不知道 現在他們不停地反對 就是大白象工程 就沒有超前部署 基本上他們是 永遠都這樣將來 永遠都這樣現在的 就是在想 這些東西解決不了 現在的居住問題 就不想了 他們不想 如果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在22年前 這樣想的時候 已經解決了所有的居住問題 就是香港人是非常之短視 而台灣人也是在這樣的狀況 他們是 其實禁止了很多東西 譬如說 用外發電 就是他們不想未來發電的問題 亦都不想未來水的問題 那些是末民 就是說末世的人民 他們是要滅亡的那種 因為他們不會做超前部署 跟香港人一樣 是很短視 大家只是看現在 不會看一個 我們20年之後 10年之後 20年之後 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 你解決不了現在問題 我們就什麼了 我們就 而大陸是會有一個超前部署的 他們做的東西 現在做了很多大白象 可能那樣東西 10年之後 20年之後 發揮功效的 所以這個是台灣的一個末民的一個 他們只是有現在 他們沒有障礙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一個 結構性問題 其實這個項目 可能也是 選舉 政制的一個問題 就是全部都很短視 只是看那個選期任內 就會要搞什麼 就是大師剛才說的 我真的很想說 是很對的 西鐵那時候 吵到飛起 說這個沒用的 沒有人會用的 計算一條數 好像很科學的 那就沒有出聲 沒有出聲 沒有出聲 現在他們照樣反對 另一些大白象公司 是啊 同一招 同一招 所以事情就是這樣 正如當年的時候 經常說立行指都反對 都反對起地鐵 是啊 立行指都反對起地鐵 就是他以為自己很聰明 他都反對起地鐵 大家整班人都是蠢 你很難跟那些這麼蠢的人 一起對話 有一群很聰明的人 帶領著一群 其實不是很聰明的人 一群很蠢的人 快點 你們有沒有蠢的人 是啊 你快點走 不然我們講到聽照 好 來了 接著另一個 其實中國我覺得 這個就很 表現到中國的政權的特性 就是這個劣職藝人 復出衰審批 就是中國為這個演藝圈 立規矩的這個新聞 就是之前搞中國有一個藝人就叫鄭爽 搞一個代孕風波 可能觀眾都知道了 總之就是鄭爽就跟他男朋友突然之間 柴娃娃 說我想要兩個兒子 我不想刪刪 不如去中國代孕犯法 去美國那裏代孕 找人刪刪 去到一半之後突然又不想要了 整件事就很兒戲的 他是沒有半點作為人類的認真態度的 這個就是中國網民這麼討厭他 接著 這件事就爆出來了 有道德問題沒有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炒得很大 最後就是 小友地 中國的官方 去到很高層的那些 那些媒體 官媒 都走出來要打壓他 就變成了 他就玩完了 現在就開始說了 會不會是這些藝人給政權 因為這個很明顯是以政權的壓力去打擊一些德行不好的藝人 現在就給一些條件 他說如果你給我打完之後 你復出的話 就要有若干的規則 你做好一點 認錯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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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覺得有趣的位置是 因為 很少地方 如果你宗教國家 很明顯 就是有很多那些行為的守則和行為 要遵守 而中國是一個唯物的 即是是共產主義國家來的 他沒有神論 因為你在伊斯蘭教國家 你做錯事 因為網上不喜歡 那他就禁你了 但是中國這個其實不完全是 中國這裡很明顯是推出一種叫得陷教育 這個其實是很整體的 一方面就是有些藝人 如果你那個得陷差的話 那些小孩子會學的 但是就未必有人制止到他 這個其實中國網民 討論了很久也都是這樣 就是在 鄭爽 他剛剛搞戰 因為鄭爽已經有很多宗事的了 他是整個大小孩這樣 接著呢 有很多人是會支持他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 那沒問題啊 鄭爽也不想的嘛 他也很辛苦啊 喂 打了人命來的啊 即是兒子生了出來是誰的樣子 即是大家沒有人留意到 就是那條命應該怎樣生活呢 那沒有人管的 那不可以的嘛 一定有人照顧他的嘛 你不可以鎖東西的問題 你自己個人 處理了 生了那條命出來 然後丟給國家讓 這個是完全不負責任的 而中國是不喜歡這些東西的 中國很明顯就是用官方的立場說 我們中國不歡迎這一種做人的方法 麻煩你執政他 所以我不讓你上鏡 是這樣的啊 情況就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關於是代務問題 今屆人大是有人提出過代務法法 因為他當然他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移鄉中的雙方都不足 所以他這件事 找代務這件事 本身又是一個不是很適合 現在變成可能會適合的東西 但是呢 至少沒有那麼不適合 但當然他那件事是不負責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世界標準 就是一個世界標準 不負責就是肯定的 這件事也挺惡劣的 但問題就是 是不是一次釘了你就一輩子 所以你看到 大陸有很多官員 犯了一次錯都是停幾年 然後又上來 香港有些就跡死了 香港呢或者是 相同的大約都是可能停幾年 他就是由市場決定 或者由你刷鞋刷 或者由你刷鞋刷 電視台那樣的決定 就由市場決定 而中國呢就是由政府決定 而政府決定的這件事呢 其實是 這件事現在說的 封殺劣質藝人名單 然後呢 給他們自律 那些東西呢 他們其實呢 現在這個是 其實是寬鬆了的 因為呢 以前是 他做過一次 全部都死亡的了 那些什麼 之前有很多 是不是趙本山 有幾個人 有幾個人都是被封殺了 到現在都棄不了 永不超新的 永不超新的 是的 我忘了哪幾個 哪幾個人喜歡人知道 是有幾個人是永不超新的 現在你給你一個機會 即是 我官方承認 大家可以看官的 那些這樣的狀況而已 官方 官方去提出 這件事的時候 他其實 等於給你一個發生機會 因為官方 我放你了 我才答應 其他就大敢用了 因為現在官方一旦封殺 那些電視台是永遠不敢用的 是永遠 因為他免得麻煩 多一次比少一次 其實這件事 反而是德政來的 對他來說 如果不是那些 因為封殺了 基本上 李達房祖明 是永遠沒有機會翻身 小豬 是永遠沒有機會翻身 即現在反而你對於這個劣行的話 他就說 你可以 可以 帶罪立功 或者之類的 你洗心革命 你看一些悔果輸入 你可以做 以中國的情況來說 是一件德政 因為他 至少你一個人 就是 你一個人 你 你 懺悔 那你是應該的 應該 即是 我覺得 就算是黑暴出來 那些人經常說 你是否一輩子打壓他 所有事情 你是否不給他機會 其實我覺得 那件事很簡單 如果你要洗心革面 你要做出洗心革面 那個 attitude 那個態度 你如果要洗心革面的話 你不可以說 我只不做就不算 你一定要 即是說 那天我跟人家吹水 吹 究竟如果下一屆政府去搞的話 對於這些人 究竟是否應該是 怎麼處理 對於 極度 橫裂的反對派 我說你不做是不行的 你從此不做的事情是不行的 不夠 你以為 反過來 拿回對方 那你就行了 你至少 你知道 你那個人 其實那個人是 不能進入政府的問題 即是說 如果政府官員 究竟那個人 政府那個人 那個人 曾經做過 很多壞事 很多黑暴的事 但是你是不是 政府是永遠不接受他 那你是不是一輩子 我覺得不是 但問題就是 你不做 是沒有辦法的 你要投名狀 投名狀的意思就是 你那個劃清界線 是要劃清 對方不能夠再接受你的 你一定要有投名狀 類似一個人 你究竟那個 射件事是怎麼做 當然這個不是一個黑暴問題 我拆開了 或者是 怎樣去悔過問題 他這個悔過就是 你之後你做了什麼 可能你做了公機事業 你做了很多事情 大家就放過你 即是 這件事反而是一個得正 好過你以後 一輩子 你標籤了 是啊 廣狗的窮漢是不行的 而且真的要給人機會悔過的 OK 今次的這個兩浪新聞 就到這裏了 下次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